谢谢大家 四 三 二 一 上车 你好 再见 谢谢 他还有活力 好年轻 挺好的 挺好的 紧张了 是不是 吓死了 脸都红 临场反应快 过得很好 想死磨了 斩走所以整个大紧张 特别好 很棒的 非常可爱 等了一天就为了这一下 挺好的 但是你为什么没介绍自己 因为我感觉不需要 我只是一个小主播 没有多久了 不过我们不要在这围着 要努力工作 划分到工作区位 好的 来 古今时机 八块八 三盒 五十三盒 一盒一盒 现在讲它了 然后就是咱了 我看一下 那轮车是白色 我腿都快转断了 下一个 下一个 最后一个挺了 我们要准备下播了 是的 这还是要把我的单曲送给大家 会上的粉丝也可以在 屏幕前的另外一段东西称 好 来了 好 来了 谢谢你在我身旁 有些话必须要讲 对吧 这个仪式感也可以 其实我们都一样 坚持是为了生活 为了梦想 坐在每一条路上 轻轻地闪烁着光 是你们把最好的桌照亮 指引我梦想 一起飞 我做你们的翅膀 我做你们的翅膀 来 有可能 你用手往下 rectang了 别不想这样 别给我演好了 谢谢大家 第一次 第一次太多 我好开心 妈妈的成就感 在比较大声 加藉手 杀劳 快点 一 二 三 我们做个复盘 然后现场分工的运营都过来 首先恭喜我们妈妈们 完成了今天的直播 就你们可能看今天这种场 大家都比较会觉得我们有条不紊 但未来各位妈妈要走上岗位的话 你会发现比赛乱多了 所以我想反向了一下 我希望妈妈们能够对我们这一场 你觉得哪些地方不太好 我们想听一下 这个很难 这个你还得说别的部门的事情 我浅浅地思考一下 稍等一下 我先交给下一位小伙伴 我觉得和其他同事的这个协同 我觉得是可以不断优化的 因为调品提前了或者往后了 品牌方其实会有一些想法 如果说在这一块我们能协同更好 我觉得团队的效率一定会越来越棒 那我就说几个我看到的点 第一个我是有注意到我们的一个视频 所以它整个字还好 但是余大的脸就横掉了 这指寸不对 没有之前 没有之前测试过 对 然后因为我今天是负责把那个样品往下传的 我也注意到大家把样品往上传的这个过程 拿着 做吧 八盒 八盒 我拿着 我拿着 这个锅里有湿的 七 八盒 这个锅里有湿的 七 八盒 对 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可以省很多的时间 你当时不就这么说了 就是我想到的这几点 对 我觉得好像原材料并不是很统一 比如说面膜这个板是规定就要多大 它的硬度是什么样的 就是不至于把它竖着放在那的时候 再拿起来它就搭了 然后就掉了 我看那个大屏的那个位置 有的时候其实变换的并不是很及时 可以提供一点临时小补给 或者是一些什么功能性领料 就让我们瞬间恢复元气的那种 我们就是负责美食的 可能清洁就不是 就是没有没办法那么彻底 像那个螺丝粉的时候里面的香菜 大家吃得很香 我当时就想 我刚才这个香菜就是在水杯里吸的 我就很担心 对不起大家 对 我就很担心 我就希望下次咱们可以准备一个 就是可以有水去好好清洗食材的 这么一个地方 我跟感受一样的 那我们就做一个移动的小厨柜 或者小厨房 咱们在这个餐具上 也可以根据不同的风格 咱们置办一下 更精细化一些 好 就这样 今天你们讲的所有的东西吃 蛮专业的了 就比我第一次跟你们来面试的时候 那差距挺大的 好 谢谢